這件我穿現在有一點貼身了 很合嗎 有一點合了 就是肚子再大就穿不了了 就穿不了 對 但是因為它是 它是哺乳衣嗎 對它是哺乳衣 它是這個上掀起來 然後可以直接 這邊可以直接拉就哺乳了 這樣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是粉色 它要穿出嗎 我只是想派你到火套 我覺得它太短 這個不行 阿妮這件都不能穿 因為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問我 所以我自己先拿來準備 我這個已經在膝蓋的一半了 就是裡面一定要搭安全褲 或者是你就是可以搭內搭褲 然後它其實是兩件事 所以CP值很高 就是可以分開搭配 然後它的上衣啊 可以看一下它材質是針織的 然後下擺它還故意做那個荷葉的檢查 就是有不一樣的感覺 對不一樣的造型 一套的 一套的 有人想看粉色 我比在身上給大家看 好沒有問題 然後它裙子啊 它裙子是挺板的布料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穿起來的立體度就很夠 很夠 對它不會軟趴趴的 它穿起來就是有立體度的 對就會變得比較好看 對 因為我想說今天大家 它蠻多粉色的衣服 就穿一個水藍色給大家看 粉色就是比較甜美 很好看 而且是哺乳衣喔 然後我穿其實它是有彈性的啦 但是因為我本身不喜歡這麼貼身 有點害羞 這樣子更像更像那個什麼 小媽咪 年輕小媽咪 對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我產後又可以繼續當哺乳衣 所以其實我已經六個月了 我可以穿到六個月喔 對 好 粉色很美 粉色我就覺得很美 對啊 不過我比較喜歡水藍色 因為我覺得冬天比較少這個顏色 比較少這個顏色 對 想看這個是可以拆的嗎 對我拆給你們看 它是針兩件 然後裡面就是它是做這種交疊的補乳 就是你往上掀以後就可以直接這樣拉下來補乳 對 所以你們也可以搭配自己的衣服 也可以搭配別的 我來試試看 好 像你就是再搭一個你自己的短上衣 你又可以是另外一個傳達了 就不一樣的感覺 對 好 然後有人問手臂會很緊嗎 毛衣的部分 手臂不會很緊耶 因為我手臂也不會很粗啊 對 一百次沒有辦法寬喔 一百七太短了 一百七就會變成上衣了 對 好 這個 手臂不會緊 因為其實它是有點接繡 大家可以看它肩線是其實是在我肩膀下 所以它繡寬又比較寬一點 好 好 好 OK